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的儿子约书亚随后领导以色列 神约定以色列人说 送给他们耶利哥城 但因为耶利哥城又大又强 人们都很害怕 如果人民没有自信战胜耶利哥城 上帝告诉约书亚 按照他所指示的方式做 那就是每天转耶利哥城周围一圈 只要走着转圈就可以 约书亚虽很惊讶 但还是遵循上帝的画作 纪师跟随着带头的耶和华约会 以色列人跟在后面转圈 转第七圈时 在前面的纪师 吹着喇叭 跟在后面的以色列人 大声喊叫 然后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临近的耶利哥城 突然间垮下来了 看起来又大又强的耶利哥城 在一瞬间消失了 以色列百姓 站临垮下来的城 拿那里的东西 献给上帝 来感谢神 虽四十年在广野 是一个艰难的生活 但现在 上帝所说的 美好 宽阔流奶与蜜之地 慢慢接近了 神与我们同在 什么都不用怕